本日文件事務局局長 支持詢問 当然有時候我們人是說 撐滑 但是 我自己了解那個案子 我會覺得弄三指揮一日子 剛才在英進面講過 也沒有生前 也沒有審查 也沒有廢勘 路就給他開下去 開下去以後工務局就發現怎麼多了一條路 然後工務局去划內服區公所 然後就說好那不蓋了 那不蓋也沒有運收 錢就可以發出去 所以這個已經 我相信這也不是 我相信喔 因為工程館只有七十幾萬 七十幾萬也沒有什麼好貪污 這只是反映說整個行政系統幾乎是崩潰 但是我覺得重整也需要時間 所以我倒覺得那一天其實真的 一大堆教導市長都罵過了 我覺得有幾點 第一 一個做的他們那個承辦人也是三十幾年的 就是那種單位老化而已